与施永青对谈 今天和施生讲一讲最新的一些民生事情的发展 施生你好 你好 我们今天不如讲一讲 这个限聚令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就在未来星期五就可以放宽一点 其中最重要的是堂食可以回到夜晚九点钟 另一方面其他的一些出去做运动 一些的戏院、美容 都可以回复一点点正常 你觉得这个情况在现在 算不算是一个合适的措施改善 其实香港人经过了差不多半年的疫情影响 对日常生活习惯都影响很大 吃东西人民以食为天 尤其香港人都比较注重 夜晚一家大小 或者约上朋友聚一聚 其实是生活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段时间停了这么久 我认识到身边周围的人都很愿意开放 两个人对家庭不是很足够的 不过起码拍拖那些就有个去处 应该是受欢迎的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父亲节期间 我认识到8个人 或者很多人在那段时间都出去活动 就引起了第三次的高潮 我自己觉得应该有个平衡 我认识到适当时增加到4个人 除了饮食业的希望 亦是普通香港人都希望有的 我听到很多家庭 原本以为这次可以去4个人 都在组织活动 突然间说不行 都有一些失望 我自己觉得 就小新一点的话 4个人应该都未必会 令到疫情扩散得太快 其实你的想法就是 如果在一段时间 是比较稳定的疫情 是否应该比较快些放回4个人 行业 是处于水深火热的 有些公司都在側落边缘 如果能够4个人 我相信生意恢复的比例会高些 2个人 例如中午吃饭 我看见仍然不算很足够 但会否因而付出代价 这是一直调价去尝试的 我认为之前 有些船员或航空人员 不用检疫太容易 2日来 造成上一波的 疫情的增加是有关的 现在有些地方持续更加压力 我相信 如果我会尝试给4个人 试一个星期 两星期 如果没有恶化 再松一步 都是对社会上大多数人 我认为应该是受欢迎的 施先生 刚才提到第三波的情况 我们都会见到 譬如南韩、日本 很多不同的地方 其实是新加坡 欧洲现在也有些地方增加 他们的轨迹 好像真的会是有上向有落 也不只是香港独有爆第三波 我们看到南韩、东京 都会有这个情况 就算我们做得比较好 新常态仍然会继续出现 我自己原先提过 这些全球性的疫情 最好在国际上是统一行动 大家一起严格執行 一个多两个月 这样就有机会一直永远 令到它完全没有地方 可以留下一个 它可以生存到 譬如现在的情况 香港做完 遲些是新加坡做 原来美国没有做 又有些过来 一定是全球合作才有结果 如果全球合作 以内地的经验 一些城市和武汉 都是两个月左右 就可以控制得住 而且我认为 控制得到的情况 都相对彻底 所以 为什么大家一起做 而要拖了大半年 现在的情况 只要世界上有些地方 还有疫情 这个世界都未停止 例如香港的外向型的经济 食物、日常用品 都在外边要日泥 你不能完全封死 你还会开着一些门 让病毒重新日亲 所以我认为 最好是呼吁全球一起做两个月 疫情可能可以比较大规模地 真真正正平静下来 如果说回本地 现在我们的状况 之前的经济 真的很蕭调 就算我看2003 或者之前的亚洲金融海啸 香港的零售都好像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再开一点 你觉得可不可以 真是引到水去养 引到水养鱼 令市场更好 刚才我们说 晚市开番 对他们有帮助 这些帮助是因为 压抑了半年 放一放出来 但是 经济不好 对一些人的消费能力 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是陆续出来的 现在这段时间 其实消费少了 消费少了 多多少少有些积累和学购 但是 你实际上 很多人可能没有了份工 或者 原本预期升职 家人工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个不只是香港的情况 如果香港经济不好 其他地方好 它慢慢复苏的机会比较大 现在是全世界的经济 估计都会有一段相当长的萧条期 估计两至三年 是最起码的了 所以纯粹从人均收入 职业前景的角度来说 是最坏的情况未出现 最坏的情况未出现 最坏的情况未出现 当然未出现 如果最坏的情况未出现 你那个一时压抑 松出来消费 就是之前没有消费 几个月没有消费 消费一轮 但他发现他的日息少了 前景没有那么稳定 整体消费就比不起疫情前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同的行业 都可能还有一些需要萎缩 整个世界都还有一段苦日之要捱 好 今次和斯坦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聊